国际狮子会南区D2区总监林国泰 以及屏东市狮子会会长蔡仲凯 今天上午带领师友们一同拜会屏东副县长吴丽雪 并捐助新台币30万元作为屏东县联合住学脱贫自立方案 提供经济弱势学子住学金使用 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在学子女能够持续就学 累积日后脱贫的资本 因为这个方案我们已经都很了解 帮助弱势学生的培养 因为让他们在这个学业上或生活上 最基本能够跟上人家 这我们也是对近一个社会的责任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他们有成就以后 也能够让这些学生来回馈社会 吴丽雪收下捐款并颁赠感谢壮 他表示这份实质的帮助 可以让经济弱势学子获得就学费用补助 住学脱贫自立方案目前参加人数共计160名 因为这份来自社会的礼物 让许多弱势学生可以无后顾之忧的专注在课业上 累积更多知能为日后摆脱贫困立下基础 更有机会发挥自身的能力回馈社会 吴丽雪感谢贫农市狮子会的抛砖引玉 能让更多的企业及慈善单位 一同加入西省助学联合逐碍的行列 因为这笔钱几乎全部都是不是公务支出 因为公务没有办法支出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家庭 他没有办法取得低收入户的资格 也没有办法取得东中低收入户的资格 甚至于他即使取得了资格 可是那个帮助的资源还是有限 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家庭 我们来照顾栽培这群孩子的需要 所以我们全部这笔款项都是靠 就是类似屏农市指挥这样的一些善心人士 来协助捐助给我们 那我们就一路一路一个一个这样栽培出来 屏农市师则会自103年起 连续四年捐助30万元 总机共捐助120万元 作为屏农县政府办理联合助学脱贫自立方案之用 提供屏农县就读高中值以上的经济弱势学子 就学相关费用 今年新任会长蔡仲凯再度延续此盛举 期盼屏农贫困的孩子都能透过教育 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扭转自己的未来 屏农新闻张罗里面渐荣采访报道